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教頻道 門徒頻道 好,回來第二節 先說一件事 否則我怕我忘記了 就是昨天 收到一位來自基督中心堂 荃灣的 基督中心堂荃灣分堂的 弟兄 應該是弟兄來估計 他投了一篇稿 給我們 裡面披露了一些事情 我需要去 直接聯絡這位 弟兄 如果你見到這個 呼籲 你扣電郵 把你的聯絡方法給我 我想和你直接聯絡 去了解 你在那篇投稿裡面 扣露的一些事情 麻煩 你可以 電郵 把你的電話也好 Signal也好 WhatsApp也好 你給我 我想直接和你溝通 了解一些事情 因為你所扣露的一些事情 我覺得都很重要 我想知道這麼多 我想知道更多 好 這一節就是 講回教會的事情 包括時代論壇 以及 這個 港道頻道 被指 偷教會 港道的事件 在前天的時候 時代論壇 就出了一篇報道 就說我們現在 在建立 和你非 一百的網站 其實就是 所謂 勾戰 用它說的勾戰 就是我們抄襲了 送養百川的商標 送養百川在去年年底 就已經結束了 在前晚的直播當中 我也是做了一些回應 昨天我們也出了一篇文字的聲明 不過在前晚的時候 因為事情都發生得很突然 有兩件事我是漏了說的 所以在這裏 都是補充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 大家看看螢光幕 先 就是這個時代論壇 那個記者 他那晚 在說的是 四點踏三 他四點踏三 先扣過Facebook 的message 發這個信息給我 向我提問 然後他要求我同一日 在說五點半之前 就回覆他了 他四點踏三 發出 然後要我一個小時 十五分鐘之後 就回覆了他 而我當時是忙著 預備當晚的 門徒頭條直播 所以我直到開咪前 才看到這個查詢 然後我就要開咪了 我之後跟他說 那我唯有立刻 在直播裏面去回覆你 那你之後 聽回我們的節目 我第一樣要表達就是 因為小弟都叫做做記者出身 做過傳媒 會不會只是給過幾個小時 對方要去回覆 那又真是有點離譜 我網站我也做過 日報我也做過 這些都是非常有deadline的媒體 那麼我們都不會叫做 傳個查詢給你 還要你一個小時之後回覆的 當時我做財經記者 我查詢開的那些都是主席 或者CEO 喂大哥 那些在說 每秒鐘幾十萬上落的 可能正在開會 正在做事 喂 我真是不看著市場 或者立刻不開會 去回覆你 會不會這麼離譜 那麼我覺得 這個記者 就真是有些經驗不足 沒有理由 只是要你一個小時之內回覆 我就真是覺得 離譜了一點 真是第一件事 這個就是 好,那我先回來 另一件事 就是那晚直播 我沒有去回應的 就是說 我們 需不需要去問總 宋養百川的創辦人 張國棟博士 叫做去延續 一個文化理念 這件事 因為根據時代論壇的報道 張國棟就說 他沒有授權任何人去延續 這個宋養百川 當我忘記了回應這一點 那我昨天的文字聲明 我就說了 或者我在這裏再說一次 就是說 如果那個是一個商標 一個專利 或者一個版權的時候 在法律上 是的 任何人 要去用對方這些東西 是需要得到對方的同意 或者授權才用的 就是說 我要用你的版權 例如這個 射雕英雄傳 我想拿這本書的版權 出版 再版 或者引用等等 是的 改編成電影 這些的確是需要去拿的 或者一個專利 註冊 例如 我問你MARFEL那裏 拿你那個Local 印在我們網站那裏 這些 這些叫做有法律上的東西 是的而且確 是需要問回那個擁有者 要他授權 這個真是對的 但現在我們在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價值觀 一個傳統 或者一個文化呢? 這樣東西 是沒有一個所謂擁有自己的概念的 所以 是不存在 說要問總 對方 先去授權 給你用 是沒有可能這樣 而我們在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建構這個和理非100的網站 我們是想 延續什麼呢? 是想延續一個所謂百花齊放 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宋洋百川 雖然事實上不是的 他那些作者 是由張國棟自己去挑選的 就不受所謂自由投稿 這件事情 但起碼因為在過去 他那個 刊登文章的範圍 我們看到那些題材 起碼是比時代論壇廣闊很多 因為時代論壇那些是很客藝的 一定是叫做正能量的 不要說粗口了 因為又怕黃標了 正能量 但是當年的 宋洋百川 是可以容許很多所謂批評教會 題材的文章出現的 會令我們覺得 這個才是真真正正 基督教網誌應該有那個情況 而我們希望延續這件事情 去延續一個所謂百花齊放 延論自由這件事情 這些所謂傳統的事情 價值觀的東西 文化的東西 這些虛的東西 我們不可以說這個是送養百川所擁有的 我們不可以說這個是張國棟所擁有的 所以就絕對不存在 我要問總送養百川 我要問總張國棟 才可以建構這個網站 是絕對不存在 因為其實當上個月我們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基督教聖經和神讀討論群 曾經有個成員提出一些類似的問題 這件事情是一個常識的問題 價值也好 文化也好 傳統也好 這件事情是不需要問總對方 先用的 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這絕對是一個通識的問題 這樣 再簡單一點說 舉個例子 例如說 我希望 叫做 推動這個普選 雙普選的 要在香港落實民主自由 是不需要的 因為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是做不到的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我現在要提倡 推動雙普選 民主自由人權 那我問誰 我問誰得到他的授權批種 是不是問民主黨 民主黨有民主兩個字 民主黨有民主兩個字 那我問誰得到他的授權批種 我問誰 我問民主黨的主席 現在誰在做民主黨的主席 阿Monkey 羅健熙 那我是不是 要找阿Monkey 跟他說 我希望能夠 延續 弘揚 在香港推動一個普選 民主自由人權 我希望你能夠授權 或者同意我做這件事情 我會不會這樣做呢 如果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阿Monkey 可能會跟你說 其實我也是剛剛做了這個黨主席 沒有多久的 不如你問胡志偉 胡志偉之前才是主席 胡志偉現在 在激流 你探奸吧 那我探奸 我真的去荔枝國了 然後 胡志偉真的正在見我 然後我跟他說 胡志偉全主席 我希望能夠延續民主自由 普選人權 希望得到你的同意 支持 可不可以呢 接著胡志偉又說 其實我也是16年開始 才開始做這個黨主席 之前是阿興姐 劉慧卿 不如你問她 好嗎 那怎樣 我又要找阿興姐 我去哪裡找她呢 算了 當我找到阿興姐了 接著我又要跟阿興姐說 說回同一段說話 我希望可以推動普選民主自由人權這些事情 你可不可以授權我 支持我呢 接著阿興姐又說 其實我也是一年開始才做民主黨的主席 在我之前是何仲仁仁哥 你問阿仁哥 我真的 你媽的問誰呢 我當我又找到阿仁哥 阿仁哥又肯見我 接著我又說回同一番說話 問問他 阿仁哥 我決定要延續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卡席 你可不可以支持我授權我 接著阿仁哥就說 其實民主黨不是我創立的 你應該找回一個創辦人 那誰是民主黨的創辦人呢 就是阿馬田李柱銘 幸好李柱銘這次是有律師行的 我知道去哪裡找他 接著我又去 真的上去律師行找他 不知為何他又在見我 接著我又要再說一次 阿馬田 民主黨是你創立的 你這次走不掉的 我決定要延續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法制 你可不可以授權我支持我呢 接著Martin跟我說 其實這件事 在80年代開始的 我都不是率先做的那個 率先做的那個是誰呢 那個是華叔 司徒華 那是司徒華做的 那你就去問他 我真的屌你老母臭屁了 華叔死亡了 即是怎樣呢 我要下去找他嗎 我頂你一個筷子 即是大家明白嗎 整件事是非常荒謬的 是沒有可能的 在說價值 即是這些價值觀 那種文化 或者那種風氣也好 傳統也好 這件事你絕對不需要問總任何人的 你要做你就可以做的了 誰再說那些什麼 你有沒有問總任何人 或者好像張博士那些 這樣說我沒有去授權利 這些完全是愚蠢的說法 即是這些是非常之中國人的說法 這件事是愚複的 是中國人才會這樣想的 說真的 西方人不會這樣去想的 我想說真的 如果你還在交通式的時候 我只能跟你說 你真的要考慮自己 會不會誤人子弟 這個話題就講到這裡為止了 其實下個星期一晚的《門徒公義》節目 我們就會比較詳細些 去講《時代論壇》 為什麼《時代論壇》 近這幾年會每放月下 他的讀者流失 或者他的公送力 是不斷下跌 下個星期一晚的《門徒公義》 我們就會詳細些去講 到時大家就記得去收聽 好 今集要講的就是這個 《裝申鵪》 其實這件事都發生了一段時間 不過因為近一段時間 實在太多話說 無論在《門徒公義》 或者《門徒頭條》的節目 我竟然都沒有機會說 是足足拖了兩個星期 我自己都不相信 這件事件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上過Youtube 你打《裝申鵪》 就會找到一條頻道 裡面有很多牧師 傳道人的港道 這也是一條非常著名的頻道 這條頻道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跟大家說說一些故事 大家先看看螢光幕 先說 話說有一位曾經當選過 香港十大結束青年 現在去了加拿大溫哥華幕會的 《呂與眾傳道》 就算每天聽一篇 你都需要七年時間 他雖然有七萬個訂閱 但他不收廣告 就是希望當你聽到的時候 不要讓廣告去打斷你 這樣 他當然是推介 當他去推介的時候 這位Johnson 就被人投訴 就說他偷了別人的港道 未經去同意 Johnson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原來他從少年時代 就很喜歡聽港道 話說他某次在網上 聽聽到的時候 突然之間Youtube播放廣告 是會的 Youtube分紅 就是會播放廣告 但是Johnson 覺得 很有問題 你教會傳福音的 有什麼理由收廣告呢? 所以在2016年開始 他就把一些 他留意到的港道影片 就下載了下來 然後再上載上自己的Youtube 那就越來越多人聽了 於是他就開始 恆常定期營運這條Youtube 他承認 起初的確 是沒有問過一些港元的 因為他本身 都在海外 在加拿大溫哥華 所以很難去聯絡 香港的教會 機構 就算真的 從這個正式手續 和教會提出申請這個轉載權 他說 至少要來來回回 等兩三個星期的時間 他發覺 就不太行為了 所以一直都是 沒什麼去問總 就上載了 到四年之後 即是2020年 有個牧師去聯絡他 他才開始知道 他就說 現在都跟近八成的港元 是有電郵聯絡的 會讓他們知道這件事 和得到他們的同意 而他強調 自己這些影片 大部分 都是透過在網上的公開途徑 可以下載回來 除此之外 都曾經有些教會 或者基督教的機構 就轉動提供一些 港道片段給他 讓他可以上載上去的頻道 給多些人去看 而Johnson 強調 這件事 他絕對是沒有收過任何錢 都是一個自願 而沒有那個性質 我首先講一下 我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 在法律上來講 港道的影片 的確是有版權的 就算Johnson 說自己的出發點 不是為了賺錢 但是其實 在用的時候 的確都需要拿到對方的同意 或者對方很明確地表達 他是不反對的 因為很簡單 可能有些片 他那時候是公開 但他後來改變主意 他想轉為不公開 甚至下了假 但是他在未不知道不知情的情況之下 原來被你上載了繼續公開 這是違反他的原意 那麼這件事 就和你本身收不收廣告 是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 雖然Johnson 他會在他的頻道 寫了一句 如果那個視頻是有版權問題 或者講完不想把港道放在YouTube 就請聯絡我們 我們將會刪除 其實這個也是有問題的 這個變成先斬後走 事實上 當你要去上載別人的東西 其實首先 就要拿到別人的同意先 你就不可以說 後來發現了 他覺得有問題 就是要求了你 你才下架 就不行的 那件事 其實這個表達 本身的而且確 就真的有問題 我不知道他現在改了這件事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說真的 不過這樣 我們始終都是教會 其實對於教會來說 Johnson 這個做法 我覺得是好的 他的確不是收錢 沒有廣告分紅 因為都有人調查過 是查過 的確他是沒有拿YouTube廣告分紅的 他不是謀利 他純粹只是一個義務去做 亦希望多些人去聽道 認識基督教 傳福音 其實他也是做一個所謂宣教的工作 一個網絡宣教的工作 我覺得 其實 可能 剛才所說的 法律上 是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好 不過我覺得 可以寬鬆去處理 說真的 還有 他真的有成效在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 有一個組織叫華人教會網絡 我想絕大部分人應該未聽過 不知道 香港有一個這樣的網站 就是華人教會網絡 但是他們什麼呢? 他們其實都是有做類似的事情 會把一些教會的港度錄音 放上網站那裡 但是你會見到 是差很遠 是差很遠 有幾遠下呢? 他是一共有24,000 條片 24,000 條片 但是這麼多年以來 累積的瀏覽次數 只有1,900 萬 1,900 萬 2,000 萬都沒有 但剛才提過 Johnson 他只不過是2,100 條片 即是十份一都沒有 十份一都沒有 但他的累積瀏覽次數有多少? 他的累積瀏覽次數有4,400 萬 是4,400 萬 即是說 比華人教會網絡 多一倍有多 是多一倍有多 當然因為 YouTube 始終 這個平台的流量 多人看 是一個絕對關鍵的因素 但是單單 只是以這個所謂 騙傳、接觸範圍 這些因素來看的時候 會見到 Johnson 做這些工作 是有意思的 起碼能夠給多些人 無論香港也好 或者海外的基督徒 或者非基督徒 他們都有多些機會 他們會聽到上帝的說話 這是不是好事? 這當然是好事 而為何會特意去說這件事呢? 這就是因為 歐聰麗 歐聰麗是誰呢? 他是一個前傳媒人 亦有份創辦新福臺 現在去了英國 在愛丁堡香港基督教會 擔任義務傳道 剛才提過 在去年九月底 當呂與眾傳道 公開這件事 去推介頻道的時候 聰麗就立刻在書上回應 就說Johnson 偷了他的錄音 包括什麼? 就是包括他做義務傳道的 愛丁堡香港基督教會 有個影片 都被Johnson 未經同意之下上載了 這條影片就是陳欣明律師的影片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陳欣明律師對於傳媒說 其實早在2018年的時候 他已經批准了Johnson 可以上載他的廣道 他說自己是一個沒有版權的人 既然在禮拜堂的廣道 其實都是告訴全世界 陳欣明律師也是 是一個非常之目者 他的想法是非常之目者 我明白他所說的 是正路的 所以他說 在四年前 他已經批准了對方 歐聰麗 既然你請了陳欣明在你教會的廣道 你說Johnson 偷了你教會的廣道 但當事人陳欣明就說 早在四年前 就已經批准了Johnson 然後歐聰麗 他就搬龍門 他怎樣搬龍門呢? 他就跟記者說 是的 沒錯 不過 當時 陳欣明律師是去他的教會廣道 所以 版權應該是屬於教會的 即屬於愛丁堡香港基督教會的 雖然陳欣明是准許理 但版權也是屬於教會的 Johnson 應該問總他們 先去上載 現在沒有上載 就是有問題在 他同時做了一個比喻 他就以專欄作者和報館為一個比喻 他就說 文章就是作者所寫 但那個擁有權就是在報館那裡 是的 他就是這樣說的 好 那就先回來 這樣 對於這個比喻 我覺得 概念上是有些問題的 小弟都叫做做了傳媒 差不多有20年有多的時間 這樣 也有少少的理解 不敢說很多 如果說 一個作者 在一個報館也好 雜誌也好 寫了編稿 擁有權 就自動會歸於那間報館 或者那個雜誌者 或者歸於那個傳媒 我想這個絕對在這個理解上 是有問題的 這個絕對不是絕對的 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想說 舉個例子 例如危康 大家知道誰是危康 蔡南 逆書 這些名作者 他們會在不同的報紙 雜誌上寫東西 寫了東西 那個版權給了你報館 給了你雜誌寫 喂 那我日後會出書 我日後會出書 那怎麼辦? 我要向你報館買些版權出來 然後我在外面出書? 是不會的 整件事 是很大劑的 甚至乎好像金融那些 或者尼亞爾康寫 衛斯里 有時候他們會改編拍電視劇 或者拍電影 甚至舞台劇 現在還有手機遊戲 很有趣 那是不是我又要得你報館同意 得你雜誌社同意 我才可以去拍電影 拍電視等等 這個理解絕對是有問題的 會是 因為不會這樣的 說真的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整件事 其實很多這些小說作家 他們會在報紙上寫專欄 是為了做出書 例如我每天寫一千多字 幾千字 然後就儲了 儲了 儲了 儲了一個數量 例如剛剛好 寫完整個射雕英雄主 那我就把這些文章 拿去我自己的 合作開的出版社 那裏出版 這樣 是這樣做的 因為你每天這樣投居的時候 報章那邊 又會幫你 教對 起一些小分題 換言之 其實也有這樣的好處 其實很多著名的作家 就是為了這樣 為何他們不一切都寫完 就拿去出書 是要每天在報紙上報個綱 其實就是為了出書而鋪路 那你說金融、藝康、逆書等等這些作家 我投了稿在你報紙 那版權就自動屬於報章 那樣大劑 那版權絕對是屬於作者的 那有些作者甚至會在決定跟你報紙合作之前 寫清寫錯一個合約 說明這些作品的版權是歸我的 不是歸你報紙的 一定會這樣去說 所以歐沖黎這種說法 我覺得 他說自己是做過傳媒 但他當時是做娛樂的 據我所知 或者他就不明白 富康那邊怎麼運作了 不會這樣的 一定不會這樣做法的 據我所知 Anyway 我想說些什麼呢 就是現在這件事情 沖黎 他就批評了Johnson 就說偷了他教會的港道 他就不是很開心 在這裡 我其實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楊建強牧師他會怎樣想和怎樣處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愛丁堡香港基督教會 是由楊建強牧師去創立的 而楊建強牧師在去年的時候就不幸 因為這個武漢肺炎 所以在外丁堡英國就去世了 我會這樣想 如果楊建強牧師是看到Johnson 將他們邀請回來的陳英明牧師那篇的港道 上載了他的Youtube的時候 而有些人覺得是有問題 楊建強牧師他會怎樣想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 楊建強牧師的生前都曾經公開接受記者說過 其實他去到英國創立 現在這間教會 不是為了賺錢的 他在香港的時候 他本身已經退了休 他去到英國 是希望牧羊 因為看到有很多的羊 一些由香港去到當地的信徒 他希望能夠由一間教會 去照顧他們 去牧羊他們 他不是說為了什麼 蓄薦人工 他不是為了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覺得楊建強牧師是很崇高的 他不會說根根計較錢的問題 我想像 我純粹想像 我都沒有辦法說一定yes or no 我覺得如果楊牧師他還在的時候 他知道這件事情 而由他去處理的時候 他可能和陳英明牧師都差不多處理的方法 就是覺得 你上載 可能下次再說聲就可以了 甚至乎 總之我講到明 我們是總許你就可以了 總之你不要突然間 變成youtube分紅 賺廣告費就可以了 基於所謂講道這件事情 都是希望多些人去聽 等等這些道理 我猜測楊牧師 大概應該都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對於阿聰麗 大家平時看到我做節目 一定會罵人 但今天我不罵人 我不罵人 真的 我看到純粹是一個 弟兄的身份 向阿聰麗做一個勸告 純粹勸告 沒有任何所謂拖窄 沒有的 純粹是一個勸告 真的 看在楊牧師的份上 或者應該這麼說 因為現在這間教會 是楊牧師 留下來一個很寶貴的資產 他的名譽 或者教會的名聲 本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無形的資產 我覺得我們為了 維護楊牧師 為留下來 給愛丁堡教會 這麼好的名聲 我想不妨 我們在這件事上 都寬鬆處理 我不是說 莊神在這件事上 做得對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他有些地方 都值得去改進 去改善 但基於他的出發點 都是好的時候 又或者 真的 大家就寬鬆處理 我覺得 這樣 當給楊牧師 好嗎? 就這樣 好了 今天的節目 就差不多了 記住 最後再講多事 星期日下午 四點鐘 門徒論壇 今次我們有一個 叫做 鄭家輝 莫斯醜聞的調查報告 將會披露很多 從未披露過的東西 大家記住報名 還有 課金支持我們 今個月份 還有三項需要 但現在不夠 兩個星期 我們距離目標還很遠 包括恒常的營運費 還欠8500元 門徒小隊 訂造Local營光衣 3000元 以及我們的財政赤字 有38000元 在這裏 都拜託大家去支持和紀念 那樣 記住 我們可以Payme 轉數快 Paypal 或者Badatone 好易比的 或者我們有銀行戶口 門徒小隊那些 可以入銀行戶口 都可以 在這裏 還有 差點又說漏了 呼籲 忘記了說 我們現在 也同樣 有三個崗位 是很需要的 第一就是節目主持 門徒公義 我們正在招募主持 另外就是節目的剪片 後期的製作 都需要有人去幫助 最後就是記者 我們是嚴重缺乏記者的人 如果大家願意事奉 可以去到我們網站那裏 在一個地方消磨 填了你的資料 就會聯絡你 在這裏 希望大家 能夠一起參與門徒事工 好了 今天真是到此為止 好 記住 下個星期一晚 門徒公義 今次會去講這個時代論壇 為何會釋迷 以及會公布一件關於 鄭家輝莫斯的大醜聞 下個星期一晚 九點鐘 門徒公義 再跟大家見面 好了 在這裏就說 拜拜 拜拜 拜拜